D,这个念成D,entropy 这是一个,什么叫做D呢? 我可以用一句话把它表达出来 但是这句话讲出来啊,你根本听不懂 因为你不晓得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先讲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这个不是一两句就讲得很清楚 那首先我们看 如果这里有一个循环过程是可逆的 可逆的 就是说它这么转是代表热机 这样子运转呢,它就是冷冻机 可逆循环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循环这里 做一连串的这个曲线 这曲线是什么呢? 是绝热线 绝热线 这个都是绝热线 然后我们这里做一个等温线 低温 那么这里做一个T2 于是这一个循环 这一个循环 你看哈 我们这两条线跟这个线 就好像是把这个 我们做,我们先这么讲好了 我们做很多的绝热线 然后又做很多很多的等温线 这些都是等温线 一对一对的等温线 那么在这个 两个等温 两个等温 T温跟T2 还有两个绝热当中啊 这个可以当作是一个可逆循环 可逆循环 因为这个也是可逆循环 那么当中呢 就好像是抵消了 因为这边是这样转 这边是这样转 如果当热气的话 你这么看当然有差距了 有一些差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 做得很密的话呢 就是说绝热线做得很密的话 那么 这个循环 这条线 等温线 几乎就跟这个 这个线要 结合在一起了 于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可逆循环 当成是好多个卡诺循环 这结合 每一个卡诺循环呢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它的温度 1-HC QC over QH 绝对值 值得1-TEC over TH 所以这两个就相等 那么因为QC本身呢 是负的 所以呢 它一定要乘一个负 负负才会得正 于是这个就是从卡诺循环得到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分数跟这个分数 这个等于这个 就可以化成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卡诺循环里面 高温的 从高温处所吸收的热 跟高温的温度的比值 加上低温处排出来的热 与低温度 低温处的低温比值 都是绝对值 加起来要等于零 那么如果把这个结果 用在这每一个卡诺循环这里 那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适合 比如说第一个卡诺循环 进来的是Q1 它的temperature是T1 出来的是Q2 Delta Q2 它的温度是T2 第二个卡诺循环 进来的是Q3的热量 然后它的温度是T3 排出来的是Q4 它的温度是T4 那就一连串这个 等值 然后我们把这些等值全部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 当然也是零了 加起来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 所有的这个热量 这边 这边所有的热量 净出 跟温度 绝对值得比值加起来 要等于零 那这个 假如说这个Delta Q 变成很小很小的话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两条线呢 做得非常的 画得非常近 这里无穷多个这种循环的话呢 那么这个式子 就可以变成这样的式子 变成积分了 变成积分了 但是要注意哦 这个式子仅仅适用于可逆循环 因为这个结果是由这个来的 这个呢 是可逆循环 那我们这个是当初就假设 它是一个可逆循环 因此有这个结果 如果不是可逆循环 不可以用 那于是 我们就想到 我们以前也学过 有一些量 的封闭路径积分等于零 比如说以前的 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工 它封闭路径 所做的工等于零 就是 就是一个 Conservative Force 那么像我们MG啦 像这个弹力啦 像这个万有引力啦 都是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工 它的一个封闭路径的工都等于零 那么这因为封闭路径的工等于零 所以如果把这个东西从一个Initial State 到一个Final State的积分的话 它可以变成两个数的差 对不对 以前我们就说 这个就是未能嘛 未能差 这是比照以前 以前这个 如果是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工 它从状态I到状态F的话 那么它就变成 两个状态的未能差 那现在呢 我们说这个等于零 因为它跟路径无关 你只要是相同的 相同的一个点 它又是起点 又是终点 那你就说 同样这一点 你画的一个循环是这样子 或者你画一个循环这样子 都没有关系 它的积分都是零 那于是我们现在就另 现在这个也可以画成两种物理量 它状态 状态的差 以前我们保守力做的工呢 我们是用未能来 未能差来表示 现在呢 它不是工啊 那么我们就用S来表示 S代表什么东西呢 就是所谓的Entropy 就是D Entropy 两个状态的D 的差 OK 到现在你还不晓得 什么叫做D 还不知道 我们就知道有这么一个量 好 这个量就定名为D D 等下知道S就是D的改变 D的单位是 哪一个K度 多少Jr 或者哪一个K度 多少卡罗里 那么因为这个 就是比照以前我们 Conservative Force 如果这是Conservative Force 的话可以变成这样子 OK 比照这个得出来的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 看一个例题 恩格摩尔的理想气体 在自由膨胀过程中 如果体积膨胀到原来的两倍的时候 它D的改变是什么 就是D的改变 那各位一定会想说 D的改变不就是这个式子吗 但是注意哦 我们说过这个子 适用于可逆循环了 那么自由膨胀是不是可逆循环 不是啊 不是可逆循环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那么我们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因为 这个值 SF跟SI的值 就是起初状态跟末后状态 B的X 只跟起初状态 跟末后状态有关哦 跟路径无关 所以你这个状态 起初状态 末后状态决定了 你可以在自由膨胀中得到 他可能也可以在另外一个过程中得到 我们知道自由膨胀 他不是可逆的 就不能求啊 如果另外一个呢 也是用这个过程 也可以得到这个相同的 低的X的话 而他的过程是可逆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过程来计算 因为计算出来啊 你得到是这个X 这个X跟路径无关 那么基于这个理由 那我们现在就想 自由膨胀过程不能用了 那有没有别的过程呢 那我们就想找一个性质很类似 但是可逆过程 同样是从VI到相同的VF 再用这个式子来算 好 那么自由膨胀有什么特点呢 公等于零 Q等于零 对不对 这是我们讲过了 所以U-UF要等于Q-W等于零 那就是说 它的内能保持一定呢 因为内能保持一定 理想气体 对理想气体来说 它的内能就是温度的场所 如果内能保持一定的话 就是它的温度呢 保持一定 那这就是什么过程呢 等温过程 好 比如说我们就找一个 理想气体 这就是 在自由膨胀中 温度保持定制 所以我们就找一个 理想气体 等温过程 来计算 好 这个对应的等温过程里面 DT等于零 所以DU是等于DQ-PDV 这个是日理学第一定律的唯分式 因为DQ等于零 所以呢 这个等于零 又是DQ就等于PDV 好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带到这个式子来算 等温 可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把DQ LNA等于PDV 那么 我们这个就是用 PV等于NRT 气体状态方程是得到的 OK 这个我们算过 记出来就是NR log2 OK 那么除了得到这个结果之外 我们还发现 N跟R是正值 因为摩尔数跟气体常数是正值 log2也是正值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这个 antrobeat的差 它是正值大于零 我们知道 如果是一个可逆过程呢 你 从这里 到这里 是正的 然后如果你颠倒过来 2VI到VI的话 那就是负的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 循环过程 ΔS等于零 这是循环过程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算V 起初到末后 起初到末后 是算这个循环过程 算肯逆过程 不肯逆过程呢 它不能算 不肯逆过程呢 你没有办法算 不肯逆过程 你刚刚从I到F 你不能从同样的F到I 不行 那么因此 这个对肯逆过程 跟不肯逆过程 都是这个 那么不肯逆过程呢 你不能算另外一半 所以说 Initial到Final 它的差呢 就是一个正值 这就是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凡是不肯逆过程 进行的时候 它的低的值 一直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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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现在 我们还是不晓得 什么叫做低哦 我们只知道 这个有一种是低 量叫低 那么在不肯逆过程里面呢 第一个值啊 始终是增加的 OK 我们还会再举例 再举例 说明低 不肯逆过程 低也是增加 然后我们再对低 下一个定义 它叫做 这个物以量 是什么 有什么物以意义 好 那么我们先讲到这里好了